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密度阵线 那么现在呢 香格里拉峰会 正在新加坡 马上要召开了 那么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已经抵达了新加坡 和新加坡防长共同会面 双方也是开了这个 军事沟通乐线电话 那么也就是说 美国 所谓的 怎么控制马六甲海峡 这已经成为了泡影了 因为新加坡这种乐线开通 原因很简单嘛 原来为什么不跟你开通这种乐线 就是因为 美国在这里比较强势 现在美国还想动不动 封锁马六甲海峡 这是不可能的 我最近又看到一篇文章啊 估计又是这个 就是台湾的 你现在在写 动不动就在这个地方写 说什么 啊 这个 2003年 胡锦涛提出来 马六甲困境一词 啊 说中国 这些年 哪怕是中巴经济走廊 哪怕是中眠 通道 孟加拉国这边 或者是通过伊朗 都无法取代海运 只要战争 台海战争一打 美国把马六甲海峡一封锁 中国就 啊 就被干掉了 怎么怎么样 那么实际上这种说法 老兵想说 这就是无稽之谈 啊 这就是无稽之谈 为什么 首先第一个 马六甲海峡 呃 离中国近 还是离美国近 那人家说 那美国就有基地 美国有多少个基地 能够保证 马六甲海峡的运作啊 对不对 中国在南沙群岛 和西沙群岛在这个附近 啊 而且在这个附近 长期有 中国军舰在这里活动的 啊 在马六甲海峡内外活动 呃 美国他 改在这个地方 有任何造次 啊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啊 马六甲海峡 美国能封锁 把中国就能搞死吗 啊 这完完全全是胡说八道 而且现在中国陆路上 输其输有管道 啊 从俄罗斯 从中亚这边过来的 啊 而且中国的 这个战争储备石油 是达到了 啊 两三年的这种储备 啊 还有粮食储备 也是达到这种规模 他封海 马六甲海峡想干嘛呢 他怎么封掉马六甲海峡 马六甲海峡 我倒没看到美国封锁 但是呢 三大海峡 啊 巴士巴林堂跟台海 好像解放军是封了两次了 啊 这个我是看到的 啊 美国 封锁这个马六甲海峡 我是没看到 所以李尚福这一次到新加坡去 他们愿意新加坡跟中国开通军事乐线 啊 这个就是一个军政的一个一个动作 就是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 啊 越来越不落了 在这个地区 美军没有办法跟中国掰手腕 啊 那么说到这一点 我也想说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昨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啊 当然现在不叫总参谋 现在叫联合参谋部 但是方便记得还是叫总参 情报局局长啊 洋洋到了缅甸跟二号人物啊 谈 实质性的军事合作 而重点好像要对这些啊 缅北啊 还对妙娃底这些啊 缅甸叛兰地区进行军事打击 南部战区又浪啊 负责啊 擅长从事山地和乐戴雨林 丛林特种作战啊 和这个阵地战啊 就是这种啊 山地战丛林战的啊 这么一个专家担任啊 南部战区的陆军司令员啊 75军又刚刚在老窝这边踩过点了 所以说这些动作一出来呢 确实吓到了 像这个KK园区啊 缅甸妙娃底 中国人这个坟场这边的啊 侍主啊 这个地方部落武装首领 也很害怕 所以今天呢 就把这个女孩啊 给放掉了啊 那个网红啊 七七放掉了 但是呢 这个侍主呢 称这个事情好像是一个造谣 这造谣重点指 就是说他没有被强暴 那么当然这一点 我们也可以理解 因为毕竟是女生嘛 如果现在搞了这么重能皆知 要是被人说他是被人轮暴 强暴干嘛的 确实很毁民生 那么同样的还有一点 那么 他是尽量撇开跟这个泰国南模餐厅的这个瓜葛 那么联系到之前新100 在中国内网 在B站被资本给灭掉 啊 那么从这点可以来看 这个里面啊 又是有泰国的力量在这里面啊 支撑着 或者说啊 在东南亚这边有旅游业务的这些既得利益者 在这里面开始要炒作这个事情 因为如果说确定是从泰国 这种什么南模餐厅被掳走的话 那么这个给泰国旅游业造成的打击是很大的 今年到现在啊 放开到现在半年了啊 只有100万名啊 不怕死的中国游客 100万人次到泰国去旅游 往年这个数字那是很恐怖的啊 至少是500万以上的 但今年打打的降低了 所以说呢 这个美国非牟利组织全球反诈骗组织 近日声称公开诉讼泰国鲁人事件 声称一名内地百万粉丝女网红在曼谷被瞎要 其后遭诈骗集团掳制缅甸KK园区强暴及软禁 内地内媒大核报 周日啊 这个大核报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报纸啊 5月31日的报道声称 联系到女事主了 女事主一方表示 的确在泰国被卖到缅甸诈骗园区 但被瞎要被强暴 百万粉丝女网红 这些信息均不实 那么啊 这个称香港01正向全球反诈组织 查询相关事实 那么全球反诈组织 5月30日在Facebook上声称 公开两宗泰国鲁人事件 其中一个个案室内的一名百万粉丝女网红 在曼谷一家知名南模餐厅被瞎要 当天 当她隔天醒过来 发现人已经在民间KK园区 组织获报得知 她已经不幸被诈骗集团强暴 并且被软禁 组织目前正努力营救 全球反诈派联盟5月31日表示 设置女网红最快当日可从 缅甸KK园区出来 也就是5月31日 今天被放掉了 那么 当然了 这女生说 她说也没有付那么多钱 只是付了 紧紧后后损失了有20万 付了大概10万 再以10万块钱被卖到KK园区 她说没有被强暴或怎么样 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 就像我前面讲 这也可以理解 这毕竟甚至是女生嘛 对吧 但是 其实她这样子做 其实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叫不对 KK园区 妙娃底 这个KK园区 她是最臭名昭著的 成为中国人的坟场 你女的进去 基本上是百分之百 就是会被强暴的 想都不用想 也许她是一个 也许就 就她这样子讲 那也许她是那个幸运的 但是你能保证 你而且有一点很明确 她是从泰国被绑架过去的 这个是给泰国是洗不掉的 所以说我想跟各位讲 就是你自己去这种地方 你自己三思而好而后行 至于说在这里面 你会被怎么样 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没有到现场去过 但是据从里面出来的人 网上大量的信息和视频 给人看到 是让令人非常不安的 所以说北京真正要管这个事情 这些人他们都是怕的 所以中国在这里还是说一半的 有威慑力的 那么现在大家要知道 中国呢 重点是什么 现在要执行的是什么论务 中国实际上直到 今年 也可以说直到去年 围绕着中国几千年的北方的这个隐患 终于可以得到了一个喘气 就是俄乌战争打的 而且早在几年前 解放军就已经 在内蒙古这边没有什么重武器的 就这种重装部队都撤了 俄罗斯也是从这边撤走了 本来在中国周边都是有重装的 现在都没有了 那么中国北方之边已经搞定 西北已经搞定 政治接管中亚 那么接下来重点就是 要完成 未完成的一件事 就是当年大日本帝国的这个扩张啊 是没有被完成的 但是这个思路 这个版图是正确的 日本侵略我们 这是绝对错误的 这是杀无赦的 但是他当时他们这个战略 这个是有可行性的 而且呢 我个人认为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就是南下控制东盟 所以中国现在就是对这一块地区的控制 所以为什么在南海是当年不浪的 而美国一定要挡住你 但是他挡也挡不住 所以我们就是要什么 要南下控制这一块 控制整个东南亚这边 还有一只 就是我说过 往印度洋 往马达加斯加跟莫桑比克 好往讲那个方向 去控制 北印度洋地区 我们已经控制差不多 对吧 新加坡跟北京建立军事乐线 就代表了说 你的印度洋这一块的 这个控制 珍珠链计划 确实 让新加坡认识到 这个 所谓封锁马六甲海峡 完全就是扯淡 美国封锁马六甲海峡 完全就是扯淡 如果因为你这样的话 属于对中国属于敌对行为 因为你封锁 你所谓的封锁 那就是中国的军舰和商船 从这里是不能过 或者说因为过你要攻击 那你不好意思 你美国本土 我这边压轨道飞行器 带着河南就过去了 咱们就对射原子弹了 这个他肯定是不敢的 所以没有什么控制这一讲 这也是台湾 在这个地方 瞎七八搞 瞎七八搞 那么 同样的 还有一个事 那就是美国 国防部长的失望之情 五角大楼 奥斯顶 中国防长拒绝与他会晤是不幸的 中国挑衅性拦截美国飞机 非常令人担忧 美国国防部长 埃劳的奥斯顶 六月一日在东京表示 中国国防部长拒绝在新加坡参加防务会议期间 与他会晤是不幸的 并再次强调两国军方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他还表示 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的飞机进行挑衅性拦截 非常令人担忧 他担心某个时刻会发生导致局势失控的事件 日本防卫大臣冰田静一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他们确认单方面改变现状是不能隆冷的 两国正在共同开发包括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等先进技术 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顶在前往新加坡参加 每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前对日本进行的访问 奥斯顶 中国防长拒绝与他会晤是不幸的 希望中方改变挑衅性行为 那么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信息量 那就是现在美国对中国是没有办法的 为什么叫做没有办法 因为他刚才已经透露了 他们现在正在想办法制造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的方法 或者装置或者是载具或者是导弹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成熟的激光武器 那么但是呢 现在没有研究出来 现在没有研究出来的就是怕中国打 因为你没有高超音速武器拦截系统的话 他也承认现在的爱国者系统是一坨屎 是会被中国打成筛子的 也就是说他承认了 间接承认了 爱国者系统没用 和这个标准三型反卫星导弹也是没用的 那么就是代表说日本跟韩国没有空防 唯一现在保护他们的只是美国的这个核报复 俄亥俄级的弹动导弹发射的这个三叉截DS500 前射洲级弹动导弹 主要是这个东西 民兵三那个玩意儿 那玩意儿 中国可以随便拦截民兵三 只要他打过来 俄罗斯跟中国卫星系统一预警 马上可以精准拦截这种老旧的洲际弹动导弹 也就对中国现在对美国来讲 而中国呢也告诉美国了 你的那个轰炸机 我可以用敖龙雷达把你发现你 踢倒对你发动进攻 你的远程战略隐形轰炸机 对我也是穿开装裤 那么唯一现在你牛逼的 或者说对我有威胁的 也就是在印度洋这里埋伏着的 在蒙加拉湾 不到一点这里埋伏着的美国俄亥俄级弹道导弹和潜艇 还有就是埋伏在日本海里的这些俄亥俄级 可能对中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 但是其他陆机跟空机的核弹对中国没用 中国可以拦截 而中国打到美国去 美国拦截不了 所以就是这个海军 那么同样的就代表说 现在他没有办法 毫无办法 所以才会跟中国沟通 爱国者没用了 那么这就间接就证明台湾的爱国者 全都是穿开装裤了 小鸡鸡跟小菊花都露在外面 让中共随便打 随便报 谢谢各位支持